你可能會看到很多的網紅設計 看起來很漂亮 但事實上其實它不是那麼實用 我自己曾經也很想要裝的 飛魚水草 大家或多或少有看過 它的優點看起來就是很厲害 功能很多 但是呢 它的缺點 這真的是內行人才知道 當你使用完一陣子或是一段時間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 其實 這些都是會讓人家覺得很痛苦的地方 哈囉大家好我是George 現在裝修開箱的影片越來越多了 很多屋主來找我之前都會上網去做功課 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不過在你做功課這個過程呢 你可能會看到很多的網紅設計 看起來很漂亮 但事實上其實它不是那麼實用 這件事也造成很多設計師的困擾 所以今天我就來分析 那些被網友推爆的網紅設計到底好不好用 第一種 就是開放式的 灌洗區 常常會伴隨我們所謂的三分離的浴室 那把灌洗區獨立出來 很好看 而且 這樣子 它的使用性也會更加的彈性 可是 你這個灌洗區 開放式的 可以坐在私領域 譬如說主域 我覺得OK 因為你房間門一關起來 其實就只有你自己看得到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常常很多人會把它坐在 公領域的 客域的部分 那你看喔 檯面 到時候一定堆滿了 漱口杯啊 毛巾架啊 然後還有 牙刷啊 牙膏啊 你的檯面其實很難看 而且 那邊 進進出出的 清袍好友來都看得到 你影片上看到那些 美輪美奮的 開放式灌洗區 那基本上都是樣品 沒有人使用的 所以 真正使用下去 狀況絕對不會是這樣 既然講到了灌洗區 我們就接著講浴室 浴室 絕對不要用 黑色的五金配備 它的優點是很好看 很特別 但是你用久了 一定會有水垢或照垢 因為我們水裡面有很多的 礦物質 即便你用了全污淨水 我跟你說 時間久了 還是會有 只是時間拉長了一點 當然這種黑色五金配備 不是只有僅限於浴室 水區都一樣 你的廚房啊 水槽如果擁有黑色龍頭 那邊是最多水的地方 所以建議真的不要使用 最常出現有幾個地方 埋入式的淋浴花灑 還有埋入式的淋浴龍頭 還有面盆龍頭 最後還有一個就是 壁掛式的馬桶 這些東西喔 其實都很好看 而且很特別 但是 維修跟保養的問題 你要考慮到 這些設備啊 一旦需要維修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開始著牆 那浴室裡面 是我們最忌諱 東敲西敲 因為你可能會破壞到防水 最後你可能花出更多的成本 壁掛式的馬桶 我覺得壞掉機率還沒那麼高 反而 是買入式的龍頭 這個東西 一旦漏水 其實你要整面牆都要著開來 所以我覺得更換會非常的麻煩 建議屋主們 如果你真的想要使用 還是選用有品質 或是有品牌的 比較有保障 吊燈這東西 其實裝上去喔 真的蠻美的 它不但可以增加我們的質感 還可以提升空間感的氛圍 只不過 你要考慮一下你的屋高 因為如果你屋高不夠的話 它的垂墜感 其實那個繩子短短的 蠻醜的 很多很漂亮 也許他家挑高6米 那個吊燈下來很漂亮 而且吊燈還有一些缺點 就是他不好清潔 如果你上面積久了 積灰塵 上面都厚厚的一層灰 再來 前陣子 很多地震 你知道那個吊燈咬起來有多恐怖嗎 所以 你要裝吊燈之前 你一定要評估 你自家的環境 還有這個條件 你再來決定要不要安裝 哇這個之前太多屋主問我說 可不可以做成這樣 它的優點就是 你可以節省成本嘛 因為你不像原本的一個衣櫃還要做背板 還要做門片 另外還可以選購很多的配件 你可以自由的變換造型 看起來好處非常多 可是缺點呢 首先 他的載重 當你的吊掛衣服多 或是你放置的東西 有一定的重量的時候 時間一久 他可能就會開始變形 再來由於他沒有門片 所以他沒有辦法 阻隔灰塵的進入 搞到最後你整個衣服 放在那邊 很久沒穿 也都是灰塵 有些屋主想了方法 為了阻隔這些灰塵 他去加裝了門簾 但是這個門簾 你選的好不好看 也很重要 再來這個門簾久了 你也是要清洗啊 所以呢 我覺得 開放式的衣帽架 選擇因人而已啊 我是不會選擇這樣子 第六種 就是 眾多人敲碗的 微水泥 我遇過太多的屋主 問我 可不可以做微水泥 其實微水泥的優點就是好看 而且他沒有縫 那我本來也覺得他不錯 可是我跟廠商聊過之後呢 發現他有一些施工上的限制 很多人想要把他做在浴室啊 因為他主打就是我連磁磚都不用拆了 貌似可以省去拆除的成本 不過呢 這有個前提就是你的磁磚不能是空心的 而且你本身這間浴室也不能漏水 但是還有一個很致命上的缺點就是 廠商親自跟我說的 不建議坐在地平的部分 墻壁我覺得還可以坐 但地平的部分因為 時間一旦久了 他其實還是有些細小裂縫會產生 這個是正常情況下 萬一遇到比較強烈的地震 也有可能拉扯他的裂縫會變得更多 那在浴室你可能也會用到洗髮精陌浴乳 所以微水泥如果長時間跟這些化學物質 接觸在一起的時候 他也有可能會變色 所以廠商也建議我 不要試坐在地平上面 因為那牆面是OK的 第七種 就是我自己曾經也很想要裝的 飛魚水槽 也有人說他是瀑布水槽 我相信這個水槽影片 大家或多或少有看過 他優點看起來就是很厲害 功能很多 有洗杯器啦 然後洗水果的啦 瀝水盤啦 還有伸縮龍頭 反正 還有旋鈕啊 應有盡有 但是呢 他的缺點 哇這真的是 內行人才知道 當你使用完一陣子 或是一段時間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 其實 他的配備零件很多 所以當這些零件 如果有單一損壞的時候 更換 他是一個問題 像那個洗杯器上面有個橡皮圈 你用力壓用力壓 壓久了 可能兩三個月就要換一次 那這種水槽他也有很多旋鈕 其實你在煮飯或做菜 你手可能油油的去轉他的時候 不好轉 另外 很多的功能 也代表他有很多的 凹凸面的部分 所以每次用完 你要清潔那就更痛苦了 你真的要用牙刷這樣刷 他不像我們一般的大水槽 你這樣用拆刮布啊 或是科技泡棉刷一刷就可以了 沒有你可能要用牙刷 一個一個地方慢慢的刷 很多的小角落 這些都是會讓人家覺得很痛苦的地方 不要只看那個 水槽看起來很厲害 為什麼我這樣講 因為我曾經也想要用一組來看看 因為看起來真的很有科技感 還有一個就是水壓的問題 裡面看起來很多地方都可以出水 萬一你家水壓不夠 其實那個水量 你每個都要用的時候 那個水量越變越小 越變越小 那個真的會很痛苦 你這麼貴的水槽裝上去 你又不能換 所以水壓不夠 這個叫做瀑布水槽 你開起來像小便水槽 就是水量一點點而已 這波就是有些人說的 瀑布龍頭 飛雨龍頭 洗個碗還要洗個澡 以上這七種 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網紅設計 我都把優缺點分析給大家聽了 其實也不是鼓吹 大家說絕對不能用 應該是說 你了解它的優缺點之後 你知道往後你要怎麼維護 那我覺得你就可以來使用